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在韩国盆堂区爆发 短短一天时间就蔓延到城市每个角落 一旦确诊 感染者都会在36小时内发病死亡 真是隔着屏幕都害怕被感染到 由于找不到病毒抗体 政府不得不下封杀力 将所有确诊的人员全部文明处理 就连还没断气的人都被装进过湿的 用娃娃机统一拉到焚尸场 场面十分震撼 这导致剩下的感染者人心惶惶 造成社会蝶血严重混乱 有情提示 强烈建议艾特里的大冤众旁一群观看 故事从一群外来偷渡客说起 他们躲在集装箱里偷渡来到韩国找工作 丧彪和他的弟弟狗生负责接待他们 可当他梁打开集装箱的那一刻 心中顿时涌现出十万个沃尼马 车厢里所有的偷渡客都赶了 发愁的场面十分炸力 狗生吓得连连后退 丧彪让他赶紧拍下这一颗 好像老板交差 忽然一只手抓住了丧彪的腿 原来还有个吸巴活口 不管怎么样生意还得做 于是兄弟俩先带他离开镇 殊不知这吸巴差点灭了整个炮菜 但当他们在路上等红绿灯时 阿吸巴偷偷从后面跑了出来 沿着公路一路跑到一栋郊区 此时狗生很快出现了发烧现象 丧彪带他去药店买药 来到药店狗生不停地咳嗽 带着病毒的拓沫到处传过 医生和药店里的每个人都被感染 然后这些人出现在公交车上 学校里面 以及儿童活动了 遗传时 失方态 病毒迅速蔓延到整个城市 第一个感染者狗生开始出现吐血现象 丧彪赶紧把他送回医 但来到医院已经太晚了 狗生全身长满猫 最终全身器官摔及而死 滴滴的死让丧彪难以接受 他疯狂地凹打医务人员 但最终也被致死 医生从狗生的手机里发现一段视频 医生怀疑他患有猪瘤感病毒 经判断是从集装箱里传播出来的 于是他们很快联系了警方 集装箱也很快就被警方找到 为了不让病毒破坏 警方好像把里面的尸体就得分上 这是小美在现场发现了一个脚印 她判断出还有其他幸存 此时 一位教授从第一位感染者判断出 这是一场病毒传染疫 而且被感染后仅仅60多个小时就死亡 一旦失控 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叫政府马上封锁城镇 单议员不知道病毒的可怕性 还嘲笑专家新种病毒 至于这么害怕吗 这时小美走进来告诉教授 集装箱还有幸存者逃了出来时 政府官员听到眼睛都大 很快被感染的人都逐个倒下 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 来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大量增多 医院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患者 甚至连医生都被感染 这时很快惊动了韩国总统 他赶紧下令隔离整个城镇 封锁所有外出的道路 这时逃出来的幸存者正躲在一个楼梯下 看见一个小女孩差点被车撞上 幸好他出手救了小女孩 作为回报 小花还拿了一个面包给他 小花是医生小美的女儿 两人聊天中得知男孩叫阿西巴 于是两人就交下了朋友 阿西巴叫女孩别靠近自己 但小花看到西巴科德那么厉害 于是让他在这里等着 自己去找舅舅过来帮忙 他舅舅是位消防员 但他过来时 阿西巴已经不见了棕女 那来都来了不得去超市逛一下 但刚来到超市就发现市民开始疯狂抢夺物资 有的人甚至在超市开始吐息 这明显是被感染了 在混乱中小花不小心走丢了 阿伟赶紧叫来小美一起帮忙寻找 幸运的是最终找到了小花 这时超市里的广播传来了 政府要封锁这里的消息 市民们纷纷想跑出超市 但出口早已被防暴的封锁 阿伟见状急忙带着小美去寻找其他出口 最终在一扇铁门关闭之前 阿伟抱着小花钻了出去 但小美却被一个女人拉倒在地 看着铁门就要压到小美 阿伟用购物车暂时挡住了人 在铁门落下的最后一刻 从里面救出了小美 这时小美接到电话 说现在最后一架逃生飞机即将起飞 小美想让阿伟和自己一起离开这里 但阿伟作为一名消防员 她坚持要留下来帮助里面的其他人 没有办法 小美只能带着女儿先走 小美赶到机场 就在魔女即将通过安检的时候 小花突然咳了几声 这引起了防疫人员的注意 虽然小美建立解释 但他们还是拒绝让他们通过 这时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隔离区 所有人都被送到了隔离区 在进隔离区之前 无论男女每个人都被要求脱下衣服 检查一下是否有红斑感染者 一旦发现立马脱走 下一步就是咽核酸 经过48小时 仍没有症状的人才可以离开隔离区 就在小美给女儿扎头发的时候 发现她耳朵后有一小块红斑 小美知道一旦被发现 肯定会被脱走 出于做母亲的天性 她选择隐瞒此事 这时 消防员阿伟也来到这里 她一眼就看到了小花身上的红斑 瞬间明白小花已经被感染了 她劝小美不要隐瞒 乖乖配合治疗 但作为一名医生 小美比任何人都清楚 目前还没有治疗方法 晚上 军方彻底调查了隔离区的人口 发现了从集装箱逃出来的幸存者阿西巴 所有感染者都发烧了就她体温正常 说明她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 这样就可以研发抗病毒治疗界 于是医护人员又找到了小美 叫她过去进行实验 通过分析发现数据正常 小美提议将血清分离出来 先给患者注射看看效果 但美国专家拒绝 她要求等到全抗体产生了才能注射 但小美知道女儿的病情十分危急 小美顾不上那么多 她想办法把同事引开 然后把女儿带进了实验室 她恳求西巴抽点血救救她女孩 西巴原本十分抗拒 但当她发现女孩是小花时 她同意了帮助小美制造血清 就在小美注射药剂时 其他医务人员也发现了实验室里的情况 他们冲进来阻止小美地行为 但小美拼命地给女儿注射了一管血清药剂 然后被麻醉枪射住 晕倒前 她看着女儿被带走去无能为力 但小花被拉走这一幕 刚好被阿伟看见了 她赶紧向医务人员的方向追求 但当她来到停车场时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躺着的尸体 工作人员还在随意打包着尸体 准备送到另一个地方 甚至有的人还没断气 就裹上了裹尸袋 工作人员表示 这人马上就要死了 在这里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小花的踪迹 于是阿伟又来到停车场外面 但眼前的场景让她直接惊呆了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抓麻麻机 他们抓的不是普通的麻麻 而是尸体 仔细看看里面 还有很多活着的人在争扎 他们都被聚集到一个巨大的焚尸坑里烧毁 场面十分震撼 阿伟绝望的跳下焚尸坑寻找小花 但这无疑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就在她绝望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原来她之前给小花放的动画片还没关 她死开裹尸袋 发现小花还在呼吸 于是抱起小花就跑了出去 另一方面 得知女儿被送到感染区的小美 来到停车场时 看着满地的尸体 她崩溃瘫坐在地 拿着对讲机 一遍又一遍的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这时那些感染者也发现了焚尸场 他们明白了政府用这种方式来糟蹋生意 于是他们就开始抱了起来 见到工作人员就往死里头 这是一位同事找到了小美 说这里发生了大暴动 叫小美和带抗体的阿西巴一击车 但临走时被一群暴徒发现了他们 没想到丧彪也在其中 他把弟弟的死都算在阿西巴头上 为了给弟弟报仇 丧彪拿出笔手 向阿西巴捅了三百多刀 医护人员冲下来保护这个唯一的抗体 最后丧彪被一枪送去里面合法 虽然把阿西巴拉回车上 但身中三百多刀最终也宣布吃戏 随着隔离区的人暴动越来越强烈 再加上马东西带队这么一行 人们开始变得更加暴动 他们举起武器 试图攻破最后一道防险 由于抗体的丧失 使联合国的官员们 怕压制不住病毒的扩散 于是政府命令军队开枪压制 瞬间打倒一片 现场乱成一团 只有马东西开枪反击 但很快也被送去联合法 事后美国联合指挥官下令 不管是谁 只要越过黄线就杀不赦 这时阿伟发现小花有了好转 他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小美 小美又迅速向总统报告了此事 说她的女儿已经产生了抗体 只要能把女儿从隔离区带出来 就可以继续研发抗体血清 这样一来就能拯救所有人 但这时隔离区的人也不再惧怕什么 反正在隔离区得不到救济一样誓死 于是他们手拉着手组成一堵人墙 想越过军方的防线以此相逼 这时小美也来到了隔离区寻找女儿 看着远处的人群 她不顾阻拦 穿过防线就跑了进去 她拼命打手势 实际让大家不要继续前进 但这时人群中的小花刚好看见了妈妈 而小美也看见了女孩 她哭着向妈妈冲去 小美见状赶紧跑上去叫她不要过来 阿伟受了伤根本来不及追上她 看到小花即将越过防线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 队长下令开枪 拿枪的士兵不忍心向孩子开枪 但军力不深 她只能靠动班级 小美为了帮女儿挡子弹肩膀不醒中枪 看到母亲受伤 小花勇敢的站在母亲面前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感动 后面的人纷纷冲了上去 用身体组成一堵墙 把小花一家人保护在中间 看到眼前的一幕 总统开始强硬起来 命令军队停止射击 然而 美国军方由于不确定小花是否真的产生了抗体 启动了第二套计划 派出战斗轰炸机 想将整个盆塘区移为平地 总统通过屏幕看到康复的小花 决定捍卫人民 马上命令国防部启动防空导弹对准笔机 眼看轰炸机锁定了目标 但在总统强硬的态度下 美国终于解除了轰炸之力 46万市民这才逃过一街 最后 他告诉联合国高官 说如果女孩体内没有抗体 他会负解所有的责任 事后总统发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而且取消所有防控压制 叫他们安心的在原地等待救援 所有人顿时欢呼起来 不久后大量救火车陆续进入 小美简单处理伤口后 把女儿交给了教授 小花得知自己可以帮助很多人后 即是很害怕 她仍然鼓起勇气 和医生一起离开 这后 小花的抗体也成功的拯救了感染区的所有市民 城市也恢复了过去的灵境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最后总结一下 如果当灾难来临人民团结一些 就会发现病毒也就那样